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用莲藕,玉米,胡萝卜分享一道美食 莲藕切成丁,放一把绿豆里 这是一把绿色的豆子 具体叫什么我也不认识 所以说这叫绿豆了 再切一把玉米 半根胡萝卜 可以再放一点辣糖,味道会更好 不热,倒入切好的蔬菜粒 倒入翻炒一下 加入蚝油 生抽 米香粉 好吃香味 再多加一点点盐 搅拌均匀 200克粘米粉 50克淀粉 加入300克到350克清水 只要口感软弱一点点的水就多加一些 只要口感筋道一些的话 水就少加一点点 搅拌成没有颗粒的糊状 放入炒好的蔬菜粒 搅拌均匀 取一个平底盘 刷上一层食用油防粘 倒入准备好的蔬菜 面糊摊平 冷水上锅 大火蒸35分钟 趁着这个时间可以刷一下碗 然后去追一下电视剧 最近这个比较火的剧 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在追的呢 时间到莲藕糕就真好了 真的好香很香啊 我把它给切成小块 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煎着吃 我放的水比较多有350克 它口感偏软糯一些 莲藕是脆脆的 然后玉米是有点甜甜的 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吃 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吃 接着 那边吃了 很开心 我会打算 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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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火